再来我们关心香港汇丰银行 在连续一周之内已经有三位高层离职 也引发了金融界讨论 那三位高层呢 8月4号CEO范琳离职 8月10号台湾董作黄碧娟 8月12号封控长Mark跟着离职了 这三个人各自离职当然也是有原因啊 有人说退休 有人说是个人因素 但现在外传这三个人会离职 都是因为中国施压 原来汇丰银行最大的股东 就是来自中国 就是中国的平安 2017年2月平安的股份 还有5.1% 那现在2018年来到6.17% 2018年11月来到7.01% 成为最大的股东 但是到了今年8月 他们打算要清洗高层 因为这些高层都传出 跟华为或者是反送中有关系的 这些都是陆续下台 那大家会觉得说 是不是跟中国有关系呢 我们就来看看 香港政府的外汇存底 香港政府外汇存底有4,485亿美元 那汇丰又是港币印钞机的最大银行 现在就有人说 汇丰银行是借着美元购买票券 向中国借4,000亿的外汇存底 那这4,000亿已经非常接近港府的外汇存底了 大家就很担心 那港府会不会被掏空呢 再加上先前反送中人士有人说 想要发起领取美元的挤兑潮来瘫痪金融 这样一来恐怕会引起全球的金融危机 对香港局势美国有议员是有一些看法的 像是这个麦康诺 他是说暴力镇压港人是完全无法被接受的 还有这个北若西 他说美国跟香港是一起同在的 也禁止贩售来镇压这些武器 给这些香港或者是中国 那对于美国议员这样的看法 中国外交部外交官就有话说了 这个华林春就说 美国对香港说三道四 颠倒黑白煽风点火 要求他们不要再介入中国事务 外人不要再管了 所以接下来透过这个登报导 我们来带大家来看汇丰银行 跟中国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 将会影响的范围有多大 汇丰控股亚太区风险长马凯恩 宣布将于9月提早退休 这世纪执行长范林 大中华区行政总裁黄碧娟后 又一高层离开汇丰银行 短短一周内三位高层宣布离职 香港反送中抗争 情势越来越严峻 香港银行业龙头的高层动向 格外引人关注 汇丰银行卓言亚洲 是被港府授权 可以发行港币的三间银行之一 不只是港币命脉 和中国关系更是盘根错节 香港金融圈盛传 汇丰曾以购买美元票捐的方式 向中国贷款高达4000亿美元 当作外汇存底 已经逼近香港本身的4378亿美元的外汇存底总额 港府被掏空的说法不禁而走 知名对冲积极大鳄巴斯也曾表示 香港实际能动用的存底可能只有13% 大约570亿美元 只要有4%到5的港人挤兑银行就能摧毁香港金融体系 香港将开始一场全面的金融大崩溃 1998年金融大鳄索罗斯 狙击港币吃鞭 郭文贵就表示 那是一位中国动用外汇存底 全面护喊港币 如今因为逃犯条例 市场上要做空港币的消息 遭就传得沸沸扬扬 中国外汇存底快速流失 加上反送中运动 号召16号大挤兑 把香港的美元都领光光 港币面临崩盘 恐怕山雨欲来 三零新闻赖英宏报导